好咱们看下面 麻对前准备和麻对前用药 麻对前准备和麻对前用药这一章节呢 我们大纲是这样要求的 对于它的体格和精神准备 体格准备是我们掌握的内容 精神准备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 麻对选择 麻对选择的原则和机具是掌握的内容 麻对前用药都是掌握的内容 麻对前用药都是掌握的内容 不管麻对前用药的目的 常用的药物还有基本原则都掌握 麻对设备 麻对设备的准备和麻对设备的检查 是我们熟悉的内容 所以这一章节 麻对前准备和麻对前的一些用药 基本上都是我们掌握的内容 这是我们考试的重点内容 考试重点内容 这一部分内容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 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 应该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麻对前准备的目的和任务 掌握内容 是吧 掌握内容 任务和目的 那我们对于麻对前的一些 一些准备的目的和任务 其实第一个呢 就是药物 你为什么要给他用药呢 用药 你用药的目的什么呢 就告诉这目标 是吧 我们用了这些药物 在麻对前用了这些药物的目标 你要目的什么 其实就是 第一个呢 要缓解病人的焦虑 缓解病人的焦虑 比如提供镇静 这其实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就缓解病人的一些焦虑和提供镇静方法 就让病人呢 能够有一个平稳的状态 晚上呢 睡得还好 睡得还好 早晨呢 就醒了以后呢 精神还挺好 而且但是还不能太 就是太兴奋 第二呢 诱发健忘 这是一个翻译过来的句子 就是让病人就顺行性以望 就是他要忘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等他麻醉完了以后 醒了以后 你知道刚刚你问了他 你说当时麻醉的时候 有几个人呢 手术大夫有几个呀 他们都说什么了呀 给你拿 什么时候把这个手术做完呢 你其实你什么也没记得 这是个健忘 健忘 第三呢 减少唾液和胃液的分泌 就是咱们一般的话 用药像阿兔品呢 是吧 就减少这个液体的分泌 液体分泌 就防止气到这 呼噜呼噜呼噜嗜噜子 那就容易引起窒息 盈利引起雾吸 容易引起肺炎 是吧 那胃液也是 胃液太多 往上反 反上来以后 就容易引起呼吸了 第四呢 提高胃的酸降度 第五呢 就防止对麻醉药过敏 防止对麻醉药过敏 就是你要 就是用 就是要追问病史 追问病史 第下 追问病史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一个用药 麻醉前你要用药 用药包括咱们打阿兔品 打安定啊 是吧 这些都要用 那你意义什么 意义什么 包括用一些激素 意义是什么 就是这些意义 这是你的一个准备 准备的目标 当然还有一个任务 是吧 任务 买对钱 买对钱 你用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情况 任务 一个就是你用了药以后 病人的一个情况 一个就是病人的一个心理状况 和身体状况 第二个呢 开出合适的用药前处方 就你的任务是什么 任务什么 就在这儿 任务就是这儿 那就是你要评估患者的整体情况 不管你他的身体情况 还要评估他的心理情况 这病人是很焦虑呀 是很抑郁呀 那是很就是很不耐烦呢 是神智清楚呀 还是不清楚呀 这些能不能配合你的麻醉呀 这些你都是要知道 包括精神状态呀 并不是精神病 就已经不能手术 对吧 那要命的病 他也得手术 只是就是你看他能不能耐受 能不能配合 这些你都是要 包括咱们的一些基础疾病 都是你要评估到的 还有就是你要开出一个 合适的用药前处方 就是你得给他用成药 用成药 让他就处于这种状态 又能镇静 还能缓焦虑 还能使这个胃液 什么唾液减少 这些是你要用药的情况 当然保持麻醉设备 监控设备 一些药物处于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是吧 这些要知道 当然我们应该就是在 用在这个之前 我们肯定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机子 都要调试一下 调试一下 看它都处于一个 完美的一个状态 完美的一个状态 因为每天我们的任务 就除了手术 除了麻醉 除了评估 以外还有这设备的一些 维护和保养 就让这个设备 总是处于一个 良好的状态 这样你才能应对 一些急诊手术 对吧 应对一些急诊手术 急诊来了以后 容不得你去 我调个设备呀 我弄个这个呀 你这还不好呀 这些肯定不行 跟你洗手术室 急诊室给你打电话 我们要准备 要赶紧给我们准备 手术 马上要做 推过去做一个 什么样的手术 什么样的手术 又什么麻醉 那这个告诉你 你都赶紧去看去 看你赶紧 就推上来的时候 就手术了 对吧 手术了 那容不得你去 我还看到设备 所以总是让设备 处于一个良好状态 只要知道一下就可以 大家这是掌握的啊